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父母都是汉女族 我们家在这里生活了一千多年 整个家族 我对梯田的一个概念 早晚人们走在这个梯田上 看不清他是谁 让那个倒影在梯田里面 因为一般他们都是在早上 天还不亮就出去了 天快黑了才回来 梯田是我们来生存的依靠 我们那也是梯田的创造者 守护者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插牙了 我们这边栽样的话 一般集中的都是在四月份 这片梯田叫撒马吧梯田 它是它的总面积呢有16300多米 还有它的基数呢有4300多米 然后它的海拔呢从600米到1800米 据有关专家考证 是全世界当片这种面积最大的提前 一般汉地族的每个村每一栈 它都在村子后面有一片再生林 再生林再生林再上去就是整片的那种原始森林 还莫名的森林 它都是这么灌着水的 因为在这个山坡上开垦这个梯田 假如它不灌这个水 它放干了一年 或第二年再放这些水去的话 全部就会塌放 所以水是梯田的最主要最主要的核心 所以我们常说的汉地梯田四树共构 说的是森林 村庄 梯田和水系 以前大家呢可能更多地注重于 从这片土地上我能索取什么东西 然后现在大家慢慢发现 索取太多以后造成破坏以后 这片土地它是会有反应的 大家慢慢地觉得 我们这一片青山绿雪 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所以呢我们现在 大家对这个保护生态啊 保护这些寨子里面的森林啊 还有寨子这边的树木啊 这种意识呢越来越强 我觉得我们还是属于这片土地 这片那个体贴 还是属于这边的去竹木 颜色呢绘画上是足够的 看火了 可以带走